大家好,我是喜哥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杨玉环为什么不是皇后 李隆基为什么不封杨玉环为皇后 历史上唐明皇李隆基巧取而媳妇 杨玉环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 李隆基宠爱杨玉环的事迹 更是被历代文人广为引用 例如白居易就曾在《长恨歌》中说后宫家里三千人 三千宠爱在一身这指的就是杨玉环 还有晚唐诗人杜沐也曾在那首著名的 古华清宫中说一期红尘非子孝 无人知识立志 来,这些都充分证明当时李隆基 对杨玉环的宠爱有多盛 不仅让她本人想尽荣华富贵 就连她的娘家人亲戚都跟着接了光 她的大姐三姐八姐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 国国夫人和秦国夫人显赫一时 各个杨国中更是一跃升为大唐宰相 真可谓一人得到鸡犬升天啊 可细看杨玉环的封号却只是贵妃 李隆基对自己最宠爱的女人 为什么不干脆封她个皇后当当呢 况且当时皇后位置已多年无主 更令人奇怪的是喜欢要这要纳的杨玉环 又为什么不是宠向李隆基求封皇后呢 关于这个令人生疑的问题 历来说法不一 第一种观点认为 二人的结合违背封建理智公共娶儿媳太难听了 李隆基实在不好将杨玉环 这种嫁了两次的女人封为皇后 杨玉环也不好意思提这个要求 但却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他们认为封建理教的受负是宋朝以后的事 唐代对男女的伦长观念很开放自由 唐高宗娶后妈武则天当皇后 这事就在杨玉环之前不久 因此公共娶儿媳 有为理智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第二种观点认为 唐玄宗不封杨玉环当皇后 是顾虑到儿子李茂的感受 封贵妃就很过分了 在封皇后实在伤儿子太深了 这种观点也被人质疑 封皇后会刺激儿子 难道封贵妃就不刺激了吗 李隆基要怕这个就娶不成杨玉环了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 李隆基不封杨玉环做皇后 是因为杨玉环始终没有为其生下皇子 李隆基是在等待杨玉环产子后 再进封她为皇后 此种解释似乎还能勉强说得过去 但天不遂人怨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总之出于多种因素考虑 在唐玄宗过完61岁大寿的时候 只将册封杨玉环为贵妃的诏书公告天下 而直到马维扑之变 发生杨玉环香香玉芸之时 她也没有获得皇后的封号 但不管怎么说杨玉环虽未被立为皇后 但她在皇宫中的地位却是最高的 礼仪与皇后相同是当时实际的后宫之主 由此可见对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杨玉环来讲 但不但皇后虚名又有什么区别呢 感谢您收看启歌说历史频道 欢迎将您的想法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